林口区公所将在5月13号和竹林山观音寺合办 112年母亲节亲子践行祈福活动 即日起开放报名 当天参加者都可以获得限量版的精美玩赛礼 林口区公所将于5月13号与林口竹林山观音寺合办 112年母亲节亲子践行祈福活动 践行路线从竹林山观音寺出发 行经文化一路及中华路后返回竹林山寺相克大楼广场 并于4月24日至28日止 在林口区公所4楼开放社及林口相亲现场报名 在母亲节的前夕 林口区公所和竹林山观音寺一同来举办 母亲节祈福见走的亲子活动 在5月13日我们从观音寺出发 全城大约3.5公里 活动特别在母亲节前夕 盛大结合竹林山观音寺共同办理亲子 践行祈福活动 借由运动促进全家身体健康外 也可以一起到竹林山观音寺参拜祈福 并提前和妈妈们一同欢度母亲节 我们围棋5天在林口区公所的4楼 进行现场的报名 那因为呢本次报名呢 我们有丰富的玩赛礼 我们特别呢有限制涉及在林口地区的民众才可以进行报名 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户籍在林口地区的所有民众 来到这个区公所进行报名 那报名的时候提醒要特别期待您的身份证或者是户籍腾本来到现场 廖武汇区长指出践行路线为绕竹林山观音寺周边总长约3.5公里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同参与 希望透过传统寺庙与区公所跨界合作办理亲子践行活动 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传统民俗文化 也让每一位来参加的市民朋友都能走得快乐又健康 记者虎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南无尊师